你对我们越严格越好 就是越严格 你看看我们 我告诉你 你看看过去老师 我们小学里的老师 对我们越严格 我们的小 这个班级的孩子功课越好 就这样的 爸爸妈妈对孩子越严格 这孩子出来谁都喜欢 怎么可以学学变变的 严实出高徒 师父不严格的话 孩子会好的 徒弟会好的 你跑出去不丢死人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学博 学博 学博吃素 然后慈悲心增长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 这里嘴巴里吃了一大块一大块肉 这里还念经了 你把你的牙齿洗洗干净 把你的嘴巴洗洗干净 再念经吧 丢死人呐 念出来的经文都是观世音符上最纯洁的东西 心灵的东西啊 这里一块鱼 明天一块肉的 丢死人呐 真的是 这种人怎么修啊 你说要修到要好的了 那坏人学做好人也可以的呀 那几个人学的好的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感觉到师父 最近对大家的要求 比刚开始 就是红法的时候要高很多 一开始大家只是不吃黄海鲜啊 这种的 现在师父越来越对我们严格要求了 对了 因为你知道 越来越多了 因为你知道末法时期啊 现在报应越来越快啊 你知道最近师父 有多少多少人叫我看的时候 我都看到全部都是吃活的海鲜啊 吃荤的长期吃荤的 造成了他的癌症扩散啊 造成他身上灵性恶灵在身上啊 不能做了 坚决要改了 我告诉你啊 吃素吃不死人呐 吃荤吃得死人呐 你去问问医生看 哪个人不是吃出来的毛病啊 脂肪肝 肝癌 你去看看风流症 啊 禽流感 哪个不是荤的啊 对不对啊 都是荤的 啊 我告诉你全部都是啊 还有瘟猪啊 啊 那这种东西都是 荤的里面东西出来的毛病啊 禽流感的鸡啊 对不对啊 风牛症啊 牛肉不敢吃了 啊 猪瘟还要讲啊 自古以来就有啊 你哪一天 你吃到个猪 猪肉是温猪的话 你马上就发高烧 接下来抽筋人就死掉了 哦 开玩笑了 以为放点醋 放点盐 放点酱油 放点糖 你到了肚子里 这点味道没有了之后 还是那块肉在你肚子里臭啊 嗯 表面上的东西 当时感觉啊 就像药 药一样的 药外面的糖衣 吃着你 让你感觉是甜的 进去就是苦的了 这还不懂啊 嗯 知道 吃着 吃着